新城財經台、財經直播和YouTube頻道 新城Pay都會同步直播 早安 司長 早安 文傑 剛才休息之前和司長都說了 關於一些財政預算案方面的政策 包括暫緩追租、差響方面的改革 以及經濟方面的狀況 但其中財政預算案裏 有一個政策大家都拍手掌 就是派消費券 消費券兩點 去年大家都用這個嘟嘟嘟 嘟得很開心 今年加碼 但剛才司長都提到 抗疫是重中之重 動員一切力量 但消費券似乎又沒有跟全民強檢 以至可能是接種疫苗有些掛勾 這個考慮在哪裏? 我們沒有把這個跟接種疫苗掛勾 因為我們看到接種疫苗率一直提升 現在去到80%多 打得比較少的比例比較低 主要是長者 尤其是70多歲以上的長者 因為一些年輕一點的長者 我們看到接種率一直在增加 大家都知道上一輩的長者 我們都注意到基層的長者比較多 其中需要支援的長者都比較多 如果我們把消費券扣到疫苗接種 我們在那裏可能對你造成一個很大的壓力 你覺得這樣不太好 這是一個方面 另外一方面 行政長官都提了 會在3月份進行全民強檢 而這個全民掌檢一做的時候 也希望進速做完 既然是強檢 所以本身如果那些人不遵從的話 都有個罰則在這裏 這個消費券 你看我們這次分開兩期的 兩大部份 第一部份我們爭取4月裏面 就給到市民 因為見到在經濟冰風下面 不少市民的壓力都很大 我們想盡快把這些錢放到他們手上 另外那半 我們就想在暑假的時候推出 暑假的時候分期推出 希望助力經濟恢復 整個思路是這樣的 4月就很快手 大家很開心 但是擔不擔心疫情在4月份 都其實未完全平復到 到時真的 消費券下來買外賣的飯盒 會不會達至不了 推動電子支付等等 這些背後的想法 我們第一期消費券 4月出來 主要都是舒緩市民的一些經濟壓力 我們想著時間都放得比較長 考慮到萬一 萬一到時疫情未完全壓止 不鼓勵大家出來多走動 大家也不需要急著洗 可以攤長利用 而對於個別的市民 他用來買日用品 防疫抗疫的用品 那時候他用得著 因為我們看到最近的物價都 因為疫情的關係都貴了些 因為供應可能曾經有段時間 出現一些平頸 去街市就算買菜心 現在都成了百元 財爺都知價 菜心 豆苗過百元也有 這些短時供應有問題 但是消費券 原來很多救病 街市都用不到 還仍然在很多地方 電子支付都還未 部分街市都用 好像內地 買菜都用 還可以 你有沒有想法 今次可以再托充一些 我們去年推動的時候 通過食環柱都推出一些計劃 我們去補貼街市中戶裝機 無論去裝哪隻電子支付工具 我們都補貼它五千元 我們掌握的數 就是去年的消費院計劃推出來之後 四個電子支付工具 總共上的商戶客戶 上了九萬六千多個 而個人的客戶都上了四百七十萬 所以我們今次做的時候 在暑假發第二階段的錢之前 我們都會看看 還會不會有其他電子支付工具有興趣 如果有就加進來 同時間我們會再推動商戶 用多些電子支付工具 因為尤其是疫情大家看到 不用抓續 真的安全很多 另外也想問 司長另一個話題就是關於債券市場 政府延期發行原定 在3月1號至11號 接受營救申請的首批 綠色零售債券 疫情之下 對於債券市場的部署 有沒有什麼影響呢 去年成立了香港債券市場發展督道委員會 已經檢視了香港債券市場的情況 如何落實有關的建議呢 這個綠色零售債券 因為不想大家申請辦手續的時候 有些沒那麼熟的上網出來去銀行 我們希望減少社交距離的接觸 所以將它移一移 移一移 我覺得影響不大 到時我們推出的時候 由於這個綠色零售債券 就跟通脹掛勾 我們保證最少不少過兩年式 應該都很受歡迎的 變了這個只是退一點點而已 影響不大 不過就變成我們3月底前 這幾十億就進不了數 可能盈餘又調反一點點 不過這個無雙大額的 我們的債券市場發展 通過這個都道委員會 我們商量了下來的有幾大方向去推動 第一個方面就要優化我們的市場格局 第二就要提升我們的市場基建 第三就要加強這個市場的推廣 什麼叫優化的市場格局呢 就是我們在這幾年其實在亞洲來說 講發行債券我們都數一數二 我們希望一方面吸引多些人 不同的人來發債 第二就多發一些長年期的債券 以至到我們可以做到一個知識率的曲線 第三就是通過提升綠色及可持續債券的發展 令到這個市場可以引導一些資金去支持實體經濟 還有綠色可持續債券就是現在可以這樣說 整個世界的潮流在這方面大家都很熱衷的 你見譬如我們去年發綠色債券的時候 我們首第一次發三十年期的美元綠色債券 二十年期的歐羅的綠色債券 這個都是在區內政府發的這些不同貨幣債券裡面最長期的 另外一方面我們去年也有發人民幣的綠色債券 去年深圳市政府又過來發債 發了五十億 五十億裡面都有一部分是綠色債券 這令到我們的市場發債多元化 亦都多樣化 同時間我們就會著力推動 畢竟我們金融服務都希望可以圍及市民 債券如果是一些合適債券 可以是一個比較穩定安全的投資 所以在這方面譬如我們帶頭 I-BON 即是通財交債券 銀法債券 現在綠色零售債券 希望通過這樣做的時候 就讓市民受惠之餘 另外一方面我們在看 就是在那些債券發了其他的機構 或者地方政府發了債券 是不是更加容易地被市民認購到 上市的規矩和那個 那個章程裡面有什麼修訂 可以在保障投資者的前提之下 讓人們可以方便買 另外提升我們的中央結算系統 Central Money Market Unit 這是在金融管理局裡面的 提升它令到 人們買了尤其是機構投資者買了債券 要放在一個托管的平台 我們可以做這些方面的生意 也都在那方面提供這個融資 即是以它存了下來的債券 做抵押給一些資金去用 來盤抹我們整個中央結算系統的功能 亦都提升這個中央結算系統 變成不只是做香港的 而是一個區內的一個市場的基建 亦都做多些promotion 讓整個金融市場 除了證券市場之外 大家對債券的認識又多些 那現在這個綠色債券 有沒有延期到什麼時候呢 還是要等整個疫情去停止 再重新推出 我們就想著等疫情受控 如果是說疫情 都是這兩個多月裡面要押止 所以也不會退太久 畢竟在今年的預算案裡面 我們都準備明年繼續推 I bond, Silver bond和綠色債券 明年推到綠色債券的時候 我都會繼續推零售的綠色債券 大家都可以參與其中 另外預算案裡面有提到 對於會志展覽業方面 有些資助計劃和即時支援 不過之前我們訪問業界 他們說因為不能夠通關 加上疫情之下 嚴格的入境限制 都令業界其實要找生意都很困難 除了資金之外 在這方面又沒有其他的支援 特別是玩牛人才、人才培訓上面 都見到你著目不少 目前的情況是怎樣 在會展業方面 這個也是重要的 當然我們要會展業能夠恢復 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一定是我們本地疫情受控 第二也要看外圍疫情的發展是怎樣 過去這段時間我們推出一些支援措施 在現在這麼困難的環境裡面 給業界一些幫助 我們也部署了在疫情受控之後 其實多些做境外的一些推廣 來吸引更加不同的展覽來香港做 同時間舉例來說 譬如在金融業 我們今年都會想著 因為今年11月 會有Ruby Seven 七人五級賽 這個都是一個城市 如果疫情受控的時候 能夠舉辦這個城市 都是非常好的 借這個機會我們也會搞一個 國際金融領袖的高峰會 因為過去這兩年 疫情的關係 和國際上的網環真的疏落了很多 希望他們邀請他們來到 看比賽也可以開這個高峰會 親身了解香港的實際環境是怎樣 營商環境是怎樣 亦都在這裏配對一些投資的機會 這方面我們覺得重要 因為在國際金融市場的競爭裏 非常激烈 我很希望透過這樣 國際上一些跨國金融機構的高層 都能夠來到香港匯聚在這裏的時候 對香港的情況更加了解 而且來得到這裏 很可能都會走進大灣區 如果合適的話 看一看 對於提升我們的競爭力 和讓他們知道這裏的發展機會 我們覺得是很有用的 環球疫情要受控 否則他們來到又要隔離 又是耍手令頭 希望到時 希望做得到